这回丁一鸣的风暴持续的延伤 除了回国之外 现在又爆出抢立法院院长 哇 这么的嚣张吗 知情人士指出因为他质疑立院泄露了 包括藻礁反来牛会议的秘新 丁一鸣打电话直接call call到了游锡坤国会的办公室来标骂 骂人 只问是谁泄露的 哇 这态度又够嚣张 游锡坤今天被问到 他怎么回应 他回答的 所以我觉得是蛮妙的 他说两院都是宪政机关 应该要秉持互相尊重的原则 有没有听到 他没有否认哦 进进承认 的确丁一鸣打电话还来标骂了 这个是不相来不尊重对方呢 而且直接承 等于说是进阶的承认 的确有这通电话 因为他没否认 蔡宾柔酸了 这丁一鸣啊 这个是拿苏贞昌的鸡毛当令件呢 朱学恒也算 原来丁一鸣不是下台 只是休假 因为抹黑事件下台的丁一鸣被爆当初是假下台 仍然继续当网军头不但自豪 每天靠刷脸就可以进行政院 甚至因为怀疑有人泄露执政党内部消息 还打电话跟立法院长游锡坤办公室呛下要查内鬼 行政院前脚才刚否认传闻就被游锡坤直接打脸 因为两个院都是宪政机关 硬扁相分尊重原则 有什么事情可以寻正常管道 当初初大包如今却光明正大 回国当月领十一万的行政院顾问 独派大佬直接气疯 名嘴赵绍康就批评 以前人家说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 现在变成辞职是为了做更大的官赚更多的钱 民进党用人就像黑道帮派 只要效忠我就做什么都可以 丁一鸣就是一个好例子 请问他到底寄取了什么教训 是下次造谣不要再被抓到 还是下次打统编不要不让人知道 丁一鸣如今是升官发财九筹辞路 每月花纳税人十二万 对其他辛苦的公务人员来说 请何以堪 这个政府在用人就是黑帮文化的用人 拉帮结派你是我兄弟 没问题你出了事情我照你 率领王军帮主子做梗 突货是帮忙挡子弹 难道民进党真的是用公堂养打手 当子弹嘛有工啊 救驾护驾有工 所以你看啊他一路就很顺 我说很顺的是他永远有位置 你会觉得说 原来当奴才是有用的 全面执政的 怎么又回到过去 封建时代在养自己人这个样 拿国家的钱在养人 假下台针当官第一名奇迹师的官场之路 恐怕是民进党执政独有 记者黄明君许国豪台北报导 我插播一下网友汤套 他说秀秀没有抱大螃蟹 因为你刷了很多 有啊大螃蟹在这里 有钱人陪着大家一起来播新闻 还有路过的上学 以及呢来看的是凯生达斯维达 好铁粉谢宝 全部都来了非常感恩哦 不过同时呢刚提到这个丁一鸣 这样惹出了这么多的风暴 其实也遭报回锅的是政院的基要的顾问 钱还真多啊月薪十一万 但议员黄敬平就说了媒体都少报了 他的薪水至少十三万 我看到媒体昨天在写什么 一个月十二万 你帮丁一鸣少写了一两万啊 对啊 如果是十三值等 十三值等 像我们议员的就是比照十三值等 就是十三万多 没有扣劳健保的话 如果是这个十四值等的话 差不多就十四万 逼近十五万 所以不用帮丁一鸣少写那么多钱 他就是那么高薪 然后苏贞昌仿佛不能一日没有他 不能一日没有梗徒来帮他 他就不知道怎么上班 他就不知道怎么骂人 就不知道怎么开会一样 而他敢这样子呛游锡昆 那就是背后有苏贞昌 连这个三月一号悄悄回锅 然后原来一直都没离开 大家才知道说原来他一直都没走 一直待在行政院里面 据说他曾经跟人家讲 行政院的员工 跟很多各公家机关一样 都要凭那个 评别证 识别证刷卡 或者表示你有来上班 然后警卫或什么才会放行 对 丁一名说我靠脸 我刷脸就可以了 完完全全后面就是 什么叫做狐家虎威 然后那个后面那个虎 又不够真的虎虎生风 不是那种真的可以这个 这个咬死人 或者是在森林之王里面 称霸 震责所有这个百兽 完完全就是一架子老虎一样 可是这一头狐狸呢 却狐家虎威 假这个子老虎的威风 是不是真的是假子老虎的威风呢 这个来看是台北上柯文哲 他其实也表态 直接要准备2024的总统大选 他也要攻大位吗 不过今天被发现成立了新的粉砖 柯文哲还露了影片 讲了什么 谈了什么 好 来看看 我们的立法院竟然被整个中国城包围的 有济南 青岛 杭州 绍兴 许昌 徐州 镇江 南阳 襄阳 胡昌 比如说台北大道 台北路 台湾路 高雄路 台中路 台湾路 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 市长是不是觉得现在需要点多点台北的路名 小心了 下锅 把中正路取消变成台北路吗 其实台北市街道的路名不是不能改 其实我们台北市有一套路名名称的作业程序 有一套准则 那可能必须要花费很繁琐的时间 可能要花费甚至很多金钱 我就举比方说市林区中正路 中正路有四千户 光是门牌的钱 一户六十二元 大概就要二十五万元 但是如果该做的事情 我们就做啊 如果符合路名更改作业程序里面记载的 必须这一个区块这一条路五分之一 所有权人联署 然后四分之三 所有权人同意 路名就可以改啊 你首都市长柯文哲 你的见解是什么 你主张台北市的街道路名 太多中国城市 中国地区要来更改 那你就一次说个清楚 接下来关心的是王国财生交通部长 低迷回锅了正月 苏贤昌这么爱用自己人 民进党派系角力是不是越来越激烈呢 带你来追踪内幕 民进党用人什么时候有道理 什么时候有标准 什么时候有是非 那我们就要问 它的标准不是建立在一般的 我们所能够认知的标准上 它的标准应该是 是不是建立在派系 这个上面 我个人的一个推断 为什么这次王国财被灼身 很多人会觉得不满 一方面是说 你应该负政治责任 怎么不降反身 没有受惩罚 而且反而还升了大官 这个当然会引起一般民众的不满 可是在民进党的派系里面 一样的道理 怎么政国会的系统被拿掉 因为当然本来 你做不好就要下来 但是也没有理由是 苏系的上去 因为他也没做好 他更做不好 那也应该要下来 那就应该要换 别的系统上来 所以为什么成文明文 会觉得 这怪怪的吧 怪怪的 论派系要分 也要轮到我们英系 对啊 那也应该 也应该我们吧 那谢昌田的系统 因为老大现在在日本 角色常常发生 一些让我们觉得粉仪所思 的这样的一个动作 但是问题就在于 他们的力量 确实是衰尾了 然后他们的最大的 潜在的敌人对手 是这个海国会 那他们就对海派 他们还是保持一个警戒的心 所以你们看海派的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 真正进入行政系统里面 掌握这个政治资源 他们掌握的是媒体跟国会 可是到政治资源 这个部分里面 还没有人真正能掌握 如果海派真的拿到了 一席的这个部长席的话 我们就可以知道 他手已经进入了行政部门 那这更不得了了